欢迎收听大案纪实,我是吕鹏 欢迎收听现代骗术故事,我是吕鹏 一起涉案价值过百万的诈骗案 在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之后 案情竟然发生了大反转 最初来报案的一名受害人 才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那么案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相呢 家住湖南诸州石峰区的刘成 做了十几年的矿产生意了 生意做得很大 家里也攒下了上千万的家产 这天刘成的发小一云就找到他说 我听说西藏那边新开了一个金属矿产 正在招开发商呢 我打算过去试试 不过现在的生意资金周转不开 你那能不能借我五十万 先硬硬急 到时候赚了钱 我立马还你 刘成知道 义云虽然也在做矿产生意 但是本身呢 不善经营 加上义云这个人呢 喜欢吃喝玩乐 这么多年都没攒下什么钱 一旦借给他 借出去这钱呢 八成就打了水漂了 但是俩人认识几十年了 直接拒绝吧 也有点不近人情 刘成呢 就只好说 哎呀 兄弟 真不巧 我呢 现在也不富裕 几笔违款 人家还没给我结清呢 等人家给我结了款 我这边啊 还得给员工发工资 再给上游公司结款 我自己也剩不下什么了 一云知道 刘成这是拒绝了自己 但还是有点不甘心 刘哥 我西藏那边的矿产 都找人看过了 肯定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现在就缺点启动资金 咱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不帮我 那谁还帮我呀 嗨 你这话说的 哥身上有钱 那肯定帮你啊 但是你也知道 别说哥现在没钱 就是有钱 也是你嫂子管账 这么大的数字 我也做不了主 你啊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或者回头有什么好生意 咱合作起来 我从你嫂子那拿钱 也有个理由不是啊 一云看刘成 这是死活不肯戒了 只好敷衍了几句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呢 一云组了一个饭局 让刘成一块过去 有个生意 可以一起谈 刘成上次刚拒绝了 借钱给一云 这回呢 也不好不给他面子了 到了饭店的包房 一云和一个年轻人 正聊得火热呢 见到刘成来了 一云就站起来 刘哥 这位是贺小光 市里龙头矿业公司的 业务经理 刚给我介绍了一个生意 我感觉不错 就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咱们哪 有钱一起赚呗 刘成看贺小光 面相很年轻 心里边想 你们俩能给我介绍什么生意啊 但是商场历练多年了 表面上啊 还是热情的说 嗨 我说今天怎么听到喜鹊叫了呢 感情兄弟们照顾我 给我介绍买买来了 啊 贺小光也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刘哥 刚才一哥说了 您在猪州的矿产行业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小弟初次见面 相干为敬 说完了 他就把杯中酒喝干了 还把杯底朝刘成亮了亮 这就是告诉刘成啊 我干了 刘成看着贺小光 方言语诚恳 心里呢 有了点好感 举起酒杯 跟他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义云看着俩人都坐下了 这才说 刘哥 你到得晚 刚才小光跟我都说了 市里呢 有个野炼企业 堆积了好几年的高品质伪矿渣 本来都闲置着 没人处理 最近呢 他们新换了一个厂长 看这些东西占地方 就打算便宜处理了 不过需要收购方啊 有资金实力和相关资质 我这不第一时间就想到您了吗 刘成想了想说 兄弟 先谢谢你了 我也听说过市里那些矿渣的事情 不过想收购的人不少啊 而且那些矿渣据我所知 价值一千万以上 你刘哥我 哪那么多钱去收啊 嗨 刘哥 要不怎么今天介绍您和小光认识呢 那厂长啊 是小光的舅舅 这层关系 外边没几个人知道 人家跟小光说了 只要能处理掉矿渣 价格可以低一点 不过 一云话说到一半 突然神秘的凑到刘成耳朵边上 别说老弟不照顾刘哥你啊 人家舅舅混了大半辈子当上的厂长 也想从这捞点油水 咱给厂长呢 拿个百十万的好处费 上千万的东西 只需要出三百万的价格 就能吃下来 刘成这么多年做生意 迎来送往的也经历不少 上百万的好处费也给出去过 不过他觉得这事情啊 没有那么简单 趁着贺小光出去上厕所的功夫 刘成在一云耳边就说 这小光可靠吗 和他舅舅的关系 你确认过吗 放心吧刘哥 小光之前呢 跟我有过几次合作 人很靠谱 他舅舅呢 刚从外地调过来不久 没什么自己人 这不才让小光出面 帮他捞钱吗 刘成想到一转手 这生意就能赚几百万 可比自己辛苦经营 几个月的收入还高呢 心里啊 也是乐开了花了 立马拍着胸脯说 行了兄弟 这生意能做 明天呢 我就跟你嫂子说 砸锅卖铁 这钱也得拿出来 不过 你也得多少掏点钱呢 不然到时候你嫂子那边 我说不过去 等赚钱了 咱们三七开 你刘哥 我不会亏待你的 刘哥 我已经给小光拿了十万块钱了 这几天呢 你再给他拿一百万的好处费 回头货款呢 我再出点钱 这买卖 我还以为您不接呢 你也知道 我现在缺钱 要不然这买卖 我自己就拿下来了 刘成笑呵呵的 跟义云碰了一下酒杯 谢了兄弟 预祝咱们生意顺利 咱兄弟啊 一起发大财 当天呢 三个人喝了一个大醉 还去高档夜总会 消费了一把 当然都是刘成付的钱 他觉得 搭上了贺小光 舅舅这条线 回头完全可以踢开一云 有钱干嘛还得分给别人呢 那么这个生意到底靠谱吗 咱们接着讲哈 第二天一大早啊 刘成呢 就从公司支出来了一百万 给贺小光就转了过去 为了保险起见 刘成特地在转账之后 给贺小光打了一个电话 旁敲侧机的 就想问什么时候 能敲定这买卖 贺小光呢 也是个精明人 听出了刘成的意思 电话里十分肯定的说 放心吧 刘哥 我舅舅啊 把这事都交给我办了 回头呢 我把这钱给他送过去之后 顶多半个月 您就可以走刘成了 到时候啊 我提前打电话通知你 刘成放下心来 就盘点了一下 自己名下的账务 随时动用个三百万的货款 这不成问题呀 就安心的等着贺小光的电话 等了半个月吧 贺小光呢 给刘成打来电话 说舅舅这几天出差了 要等他回来 才能去走刘成 又过了一个星期 刘成看贺小光也没联系自己 就主动打电话过去 没想到打了好几次 都是无法接通或者关机 刘成就感觉有点不妙 马上联系了易云 易云呢 不以为然的说 小光 人也是业务经理 人家这会儿说不定谈什么业务 不方便接电话呢 你啊 先别着急 再等等看 刘成一想 自己有时候谈事 也不接电话 心里就安慰自己呗 谁都有忙的时候 人家又不是只忙你一个人的事情 可以理解 又过了半个多月 这天刘成啊 在商场逛街 正好碰见易云了 就过去打招呼 顺便问了一句 哎 小光那边的事情 进展怎么样了呀 这段时间 他也没联系我 他联系你了吗 是吗 我以为你们一直在联系呢 他也没跟我联系呀 刘成这时候 星渴就慌了 赶紧就问 你不是说 他跟你合作过好几次业务 人很靠谱吗 是啊 我们之前合作过好几回 这么着 你啊 先别着急 我给他打电话试试 说着 易云拿出手机 拨通了贺小光的电话号码 不出所料 手机关机 刘成急了 上去一把就抓住了易云 亏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联合外人骗我 易云被刘成抓住 衣领子 脸色憋得通红 气都喘不上来了 他一边挣扎 一边说 刘哥 你先放手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 刘成 这才松开了手 易云拍了拍胸脯 脸上啊 泛起一片红色 不是那种健康的 红扑扑的颜色啊 他呢 深呼吸了一下说 哎呀 刘哥啊 我之前说过 这事我也掏钱了呀 现在找不着人 就算被骗 那也是咱俩一起被骗了 要不然 我怎么不赶紧跑路啊 我还让你在商场里 看见我呀 现在这种情况 咱哥俩一块去报警去吧 刘成一响 易云说的也有道理 俩人关系处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发小 易云应该不至于连自己都骗 于是俩人呢 一起到了公安局报了警 警方一听 他们被诈骗了上百万的金额 高度重视这起案件 立刻画出了贺小光的画像 下了通缉令 很快贺小光在外省被抓捕归案 然而在审讯过程之中 贺小光却一直大叫自己冤枉 负责审讯的警官呢 姓甘 甘警官呢 就问他 你说自己冤枉 那这起诈骗案的主谋是谁呀 哎呀 警官 我就是个小业务员 这事都是我师父老田 让我干的 根据贺小光的供词 老田是贺小光的领导 也是公司的业务经理 之前说自己打算创业 缺少启动资金 让贺小光呢 帮忙假装一个厂长的外甥 还答应事成之后 给他十万块钱的好处费 贺小光心想 自己就是个小业务员 单凭那点工资 多少年也攒不下这十万块钱呢 再加上是自己领导出面 也不好拒绝 就答应了下来 但是钱一到手 自己除了那十万块钱好处费 剩下的可都转给老田了 之后也没再和老田联系过 就直接回了自己的广西老家 打算躲一阵子再出来 没想到 还是被警方给抓住了 警方觉得贺小光的说辞 也不像是撒谎 就核实了老田的身份 对老田发了通缉令 很快老田呢 也被抓获 被押解到了诸州 通过对老田的审讯 这案件可有了反转了 老田说呀 自己和易云是朋友 前段时间呢 俩人想合伙 去西藏做矿产生意 但是俩人手头上都缺钱 当时易云说 自己可以找朋友帮忙 没想到却被拒绝了 易云当时啊 特别生气 说几十年的朋友了 怎么就不帮我忙呢 有机会 我一定要让他难堪 老田当时呢 就说了这么一句 既然有钱不借你 那也别把他当朋友了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易云呢 不甘心了 不行 借钱借不出来 那咱们就想办法 从他手里骗点钱出来 也算是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俩人这才合起伙来 想了这么一个骗局 从刘成手里 骗走了一百万资金 钱一到手 老田呢 就想着和易云分钱 没想到易云说 我呢 也不是想要钱 我就是想出口气 生意做不成了 这些钱呢 我也不要了 于是老田拿着这钱就跑路了 得知真相的警方有点哭笑不得呀 易云不是报案人吗 哪有报案人报警抓自己的呀 在抓捕易云的时候啊 警方才发现 易云竟然已经因为脑癌去世了 这下子死无对证 加上易云并没有收到赃款 目前的证据只是老田的一面之词 所以易云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个骗局呢 还得接着查 最终啊 警方从易云的老婆那儿得知了真相 易云老婆说了 他临终一言交代了 自己这辈子吃喝玩乐都经历过了 本来毫无遗憾 但是他愧对自己的朋友 只能下辈子再还他的债了 如果后续有警方来盘问 他让我就告诉你们 是他欺骗了刘成 至于欺骗了什么 易云也没说 但是警方啊 结合这段话 已经相信了老田的供词 果然整个案件的背后 都是易云在操控 最终贺小光和老田被判了刑 而罪魁祸首易云 因为已经死了 也算是逃避掉了老狱之灾 这个案子呀 就给大伙讲完了 咱们呢 新节目上线 也请各位听友多多支持 欢迎收听现代骗术故事 我是吕鹏 老话说的好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 现在的父母为了子女 真是什么事都愿意做 以至于有的父母啊 很容易就让骗子设计中了圈套 孙大妈呢 这天报了警了 说自己被骗了 警察来到孙大妈家里 就听孙大妈说 自己欠了八十多万的债务 当初借钱的时候 用现在的房子做抵押 现在钱还不上了 房子也要没了 这些钱和房子 都被骗子给骗没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孙大妈呀 本身家里条件也不好 一家四口人住的这套房子 也才六十多平米 孙大妈两口子住一间卧室 儿子住一间卧室 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在客厅里边住着 孙大妈自己已经退了休了 退休金一个月 只有一千多块钱 丈夫身体不好 没有工作 儿子的工作呢 是在洗车店 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 所以这一家人 日子过得特别苦 也正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孙大妈 一直想儿子能争气 孙大妈想 最好能有个人 帮着儿子一起做生意 赚大钱 然后买房子 娶媳妇啊 你说这想法错嘛 那也不错 可是孙大妈一个退了休的人 哪认识什么做生意的老板呢 这天呢 孙大妈来儿子的洗车店里 给儿子送饭 闲着没事 就坐着休息了一会儿 不一会儿啊 来了一个车主洗车 这是店里的老主过了 孙大妈也认识 知道这人姓蒋 大伙都跟他叫蒋老板 来洗车的时候 要么是开宝马 要么是开奥迪 一看这就是有钱人 蒋老板这人呢 也爱闲聊天 之前等着洗车的时候 就跟店里的人聊过 他做的生意很大 让大家都很羡慕 蒋老板这回一看 孙大妈一人 坐在那闲着没事 就过来跟孙大妈闲聊起来 孙大妈呀 这几天挺烦心 就跟蒋老板抱怨起来 哎 这段时间呢 我这儿子啊 信用卡透支了好几万 去赌博去 都输光了 眼瞅着要还款了 家里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呢 哎 大妈 您别着急呀 这年头啊 跟钱有关的都不是什么大事 我可以帮你们做个贷款 不但能还债 还能把多带出来的钱 用来做生意 到时候啊 我带着您儿子 有钱一起赚吗 孙大妈一听 就来了兴趣了 哎呦 蒋老板 您这一看就是年少有为的大老板 你现在做什么生意呢 我这生意啊 就是给咱们本地几个工地 供柴油 工地上那些机器 没有柴油可都干不了活啊 我这现在自己也忙不过来 孙大妈呢 您也是老实本分的 咱们经常见面也都熟了 到时候啊 让您儿子跟着我干 钱投进来 每个月 我给你们一万块钱的分红 稳赚不赔 哟 还有这么好的事呢 这要是成了 你可真是我们一家人的贵人 那这贷款该怎么弄呢 蒋老板看孙大妈相信了自己 这事简单呢 您家里有房产证吧 拿出来做个抵押 银行贷款很快就能下来 哎呀 房产抵押贷款呢 我也听说过 可房子登记的 是我们两口子的名字 这事我家老头子知道了 肯定不同意 那可怎么办呢 嗨 这事简单 现在国家有政策 你们那小区啊 我知道也是个拆迁安置房 我房产界的朋友跟我说过 你先把房本上的名字 变成你一个人的 之后就好办了 看孙大妈还有些犹豫 蒋老板伸手一指 远处正在干活的儿子 想想这洗车店 你儿子这么辛苦 你也看到了 干一年才几个钱啊 我这生意稳赚不赔 到时候赚了钱还了贷款 房子还是你们自己的 赚的钱也是你们的 我可是一分钱好处也没有啊 不过就是想帮你们个忙 你要是还犹豫 那可就算了啊 孙大妈看着儿子辛苦工作的背影 觉得蒋老板说的有道理 回家呢 反正就糊弄大爷呗 最后啊 还是拿出房本啊 在忽悠之下 就去了房管所 把名字改成了自己一个人的 变更了房产证之后 孙大妈通过蒋老板的牵线搭桥 从一家贷款机构 非常顺利的贷了二十多万 还清了儿子的债务之后 剩下的钱就都交给了蒋老板 用来投资他的柴油生意 到了一个月的时候 蒋老板给孙大妈送来五千块钱的分红 说要如果本金多的话 分红还能更多 这下子孙大妈对蒋老板更幸福了 心想这蒋老板真是个好人呐 对他更信任了 哎呦 我也想再拿点钱出来 可房本都压上了 也才带这么点钱 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嗨 这没事啊 您那房子价值一百来万呢 只要带出来的钱呢 不超过一百万这个数字 咱可以拿房本二次抵押 甚至多次抵押 不同的机构多走走 您想 十几万的本金 一个月分红就五千块 要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呢 孙大妈心想 为了儿子以后能有个稳定的收入 就再信蒋老板一次吧 就这么着 用房子呀 前后抵押了六次 一共贷了八十多万 都交给了蒋老板 孙大妈这些贷款毕竟得还呢 等到了蒋老板 再次答应给分红的日子 基本上也就到了 孙大妈要还贷款的日子了 他呢 给蒋老板打电话 想问问分红什么时候到账 这才发现蒋老板的电话 竟然打不通了 这可把孙大妈吓得呀 万一蒋老板消失了 自己这贷款怎么还呢 搞不好房子都得被人家收了 这才报了警 警察根据孙大妈提供的线索 也查看了孙大妈在贷款公司的合同 的确都是正规合同 贷款都是正规的 但要确定蒋老板是不是诈骗 也要看是不是真的有投资情况 所以呀 要看孙大妈和蒋老板的资金去向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孙大妈说的都是真的 借来的钱 除了给儿子还了六万块钱信用卡 其他的都转到蒋老板账户上了 可蒋老板呢 并没什么投资 资金呢 都用来偿还这几年 在一些高消费场所的欠款了 这一下子警方认定蒋老板构成了诈骗罪 也拿到了确切证据 第一时间就抓捕了蒋老板 经过审讯 原来这所谓的蒋老板呢 不过就是个货车司机 他干的呢 确实是给工地送油的活 半真半假的 对吧 只不过呀 他不是什么老板 这也不是什么特别赚钱的生意 另外蒋老板这人也不是第一次犯事了 之前曾经诈骗过一个国企员工 这才买了奥迪和宝马 甚至还曾经把自己家里的房子拿出去抵押 做过贷款 可以说啊 这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骗子 这叫什么呀 这叫缺德 都缺到家了呀 大 糍